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北宋年间响当当的人物 都是著名的文学家 除了苏氏以外 其余三人也还是政治家 都做过宰相 对北宋的社会发展都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就是当今的儿童都在迎送他们的诗词 他们的诗词文章备受后世尊崇 可见他们的影响力是有多么的深远 这就是他们的共性 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把他们的生平列出来 足以可以成为北宋文学的缩影 先来总体地说说他们几人的关系 欧阳修是他们四人当中最年长的一个 欧阳修曾经主考礼部 录取了苏氏 苏哲 曾拱等人 也就是说苏氏是欧阳修的学生 欧阳修非常欣赏苏氏的文笔 常常感叹后生可畏 司马光 王安石他们俩年龄差不多 他们与当时的包拯志趣相投 私交非常的好 而且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同年世事的 但是他们证件明显不同 司马光明确地反对王安石变法 欧阳修对王安石的轻描法也是反对的 而苏氏是这四位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的父亲苏询和欧阳修词交很好 先来说一说欧阳修 欧阳修 四川绵阳人 历世仁宗 英宗神宗三朝 官至汉陵学士 疏密复史 参之正史 死后类赠太师 楚国公 嗜好文忠 士称欧阳文忠公 他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他领导了北宋文革新运动 与韩裕 柳宗元和苏氏 苏寻 苏哲 王安石 曾拱 合称唐宋八大家 并与韩裕和柳宗元 苏氏 被后人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的文学成就非常的突出 在古文 古诗 词作 书法等方面都引领了风向标 比如他在词作上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 对后来的苏氏有着直接的影响 后来他科举近视极地步入了仕途 由于上司前为眼 欣赏年轻文人 不让他们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 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 欧阳修与范仲淹交往颇深 范仲淹在仁宗的支持下实行庆立行政 欧阳修参与革新 成为革新派干将 提出改革励志 军事 共举法等主张 但是在守旧派的阻挠下 新政遭到了失败 范仲淹被贬至饶州 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到了牵连 被贬为宜陵经湖北宜昌县的县陵 接下来几年 他们试图坎坷 召回 被贬 反反复复被扁往不同的地方 贬在除州 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 古文艺术达到了成熟 后来他在仁宗一朝 就开始修传史书 新唐书 新五代史等等 在殷宗和神宗时期 官运亨通做到了参之正史 也就是宰相的职位 后有相继担任刑部尚书 兵部尚书等职 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 极尽赞美 竭力地推荐 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 青年才俊脱颖而出 名垂后世 堪称千古不乐 不但包括有苏氏 苏哲 曾拱等文坛巨匠 还包括有张仔 陈浩 吕大军等旷世大儒的出名 与欧阳修的学识 还有眼光 胸怀 是密不可分的 他一生逃离满天下 包拯 韩琪 文艳博 司马光 都得到过他的积赏与推荐 唐宋八大家 宋代五人 均是出自他的门下 而且都是以不一之身 被他相中 提携而名扬天下 正是欧阳修刊为人师的道德文章 才有心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 是欧阳修奠定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王安时 司马光在仕途上得以发展 也都与欧阳修的大力举荐有关 而苏氏的才华成就 也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比较大 再来说说司马光 他历经了仁宗 阴宗 神宗 哲宗四朝 属于一个元老级的人物 司马光在仁宗朝堂的主要表现 就在史学史上 主要的任务是修史 也做过五年的建官 他做建官期间 忠于职守 兢兢业业 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祭祀问题 殷宗 赵蜀被立为太子 司马光的功劳很大 殷宗继位后与曹太后矛盾日盈加深 也是司马光前后供上了十七封咒赃 从全局出发 讲历史 百历海 小大义 苦苦相劝 才使太后和殷宗矛盾缓和 他任职期间 非常关心下层人民的生活 多次为下层人民的利益提出建议 司马光与王安石 包拯 由于志趣相投 私人感情很好 但是很遗憾的是 他们在政治上的观点 却截然相反 在神宗时期 时任参之正式的欧阳修 极力地向神宗推荐了司马光 神宗认司马光为汉林学士 后来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明确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曾经的好友因为正见不合而各持己见 司马光为好友犯正不满王安石变法 而被罢官名不平 因此他辞职离京退居洛阳 绝口不论正式 继续地编撰通建 历经15年 他完成了旷世巨作通建 呈给神宗汉 受到了神宗的高度赞誉 并亲自改名为资质通建 到了责中一朝 太皇太后高氏重用司马光 拜为宰相 当时司马光已经是60多岁高龄 他上任以后 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 同时把反对心法而遭到贬官的 苏氏和苏哲等人召回朝中任职 历史上这个事件叫做原又更化 王安石也是一个有个性的政治家 王安石的好友曾拱是欧阳修的学生 他曾经向欧阳修推荐过王安石的文章 受到了欧阳修的高度赞赏 仁宗朝时 欧阳修举见王安石为建官 可是王安石拒绝了 他治不在此 他决心改革 看来王安石非常的有个性 欧阳修又以王安石俸禄养家为由 任命他为群木判官 在他的早期官宦生涯中 欧阳修对他的帮助很大 1058年 王安石就上书仁宗提出变法主张 当时并没有被仁宗采纳 到了殷宗时期 朝廷屡次征召他赴京任职 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看来为了自己的理想 王安石还是非常坚守的 神宗朝的时候 他受到了神宗的器重 开始进行变法 史称西宁变法 他曾经两度败相 但是他的变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而保守派典型的代表 就是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 而欧阳修对王安石的青鸟法 也是不赞同的 也提出过批评 最后来说说苏氏 他是四人当中年龄最小的 他历经了武朝 一直到宋徽宗的时候还健在 他的成就主要在文学上 是北宋中期文坛的领袖 在诗 词 散文 书 画等方面 取得很高成就 他的诗题材广阔 清新豪见 独具风格 与黄亭坚并称苏黄 词开创了豪放派 与新契级同是豪放派的代表 并称苏星 散文也是豪放自如 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同时他书法了得 为宋四家之一 擅长文人画 尤其擅长墨竹 怪石和枯木等 可是他的仕途坎坷 屡次被贬 因为乌台诗案 被贬为了 王州团恋赴史 晚年因新党执政 而被贬惠州 丹州 不过苏氏天性乐观 贬到哪里 他的才华和文章 就传播到哪里 宋徽宗时或大赦 北环途中于长州并逝 留给后世数不尽的灿烂华章 让后世迎送至今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灯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